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声明 亲爱的主内兄弟姐妹们 近日立法委员所提多个版本的民法修正草案 立法院将在举行两场公听会后 预定11月底进入司法及法治委员会排审 上述立法委员所提 民法亲属编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将颠覆传统一夫妻婚姻制度 造成父母祖父母之称谓 家庭伦理、道德价值 以及维系国家永续发展的婚姻制度的改变 影响家庭伦常与社会秩序甚至 该法案未经社会充分沟通讨论 修法程序有所不足 且未审慎评估后果 贸然推动修法 恐将造成社会问题更加复杂 我们首先要重申 每一个人不论性倾向如何 他的尊严都理应获得尊重和受到认真的对待 应该避免对他们有任何不公义的歧视 尤其要避免任何形式的侵犯和暴力行为 应以尊重的态度陪伴这个家庭 好让那些有同性恋倾向的人获得所需的援助 而得以了解和奉行天主对他们的人生的旨意 此外 我们绝对没有理由 是同性恋者结合 与天主计划中的婚姻与家庭 有任何程度上的类同或稍微相似之处 维护社会人伦刚常 持守教会信仰教导 天主子民则无旁贷 除了支持婚姻家庭 对生命开放的行动外 主教团反对修改民法第972条等条文 我们呼吁各堂区 鼓励全体信众 朝外圣体及守斋补赎 为一男一女神圣婚姻制度 国家政策及全民扶植等意向祈祷 并将台湾全体人民 献给耶稣基督 慈悲救主 及圣母玛利亚慈悲之母 主教团全体主教 洪山川 刘振忠 林吉南 黄兆明 李克勉 苏耀文 中安柱 曾建次 2016年 11月22日 未经达 人赢 感谢观看